天津女排淘汰江苏女排原因揭晓 球迷揭开扎心内幕 王宝泉早就看穿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江苏教练也是一根筋 输球输在教练上 一手好牌让他就打烂了 江苏女排这一次就是输在复工 梁小花无论球技 还是经验都和袁新月 王源源不是一个档次的 别的位置都不比天津差 奇了怪了 两场比赛江苏对李盈盈防得很好 对王毅竹却一点办法没有 真的是王毅竹超过李盈盈了吗 其实各队都在犯一个同样的错误 只顾集中精力研究里 却忽视了其他人 吴梦杰确实很优秀 但和李盈盈还差一个档次 前者是国内优秀主公 后者是世界优秀主公 试剧杯以后 这比赛已经没啥看头了 试剧杯第二场和冠军的那场比赛 才是天津女排的真实实力 对方没有失误 必须自己每回合都能进攻得分 否则就输球 天津女排还有机会拿下一局 球队的运转就像机器一样 了不起 希望天津体育局组织一次土耳其拉链 到时争取和土耳其联赛的各个队伍都打一轮 看看我们能排多少名 同时也是对球员的宣传 争取都能去外边打球 天津女排的冠军拿太多了 就想看和世界顶级强队的比赛 试剧杯第二场才是天津女排的真实实力 对手基本没有失误 就是看谁每回合的进攻不能得分 得不了分就输球 王毅竹的进步是明显的 一方面得益于保全的战术设计 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的结果 但要说超过李盈盈 恐怕还为时尚早 施海荣的功力与保全比还有较大差距 比赛中拿不出针对王毅竹的办法 试剧杯天津只是差了那一点点 已经非常棒了 就像奥运会南篮西班牙对阿根廷 双方每球都进 真正的高水平 施海荣知道江苏复攻手差 反正不得赢 所以最后一局让凋零宇休息 也是正常的防止有伤 因为凋零宇是国家队主二船 不能受伤 施海珠出于保护凋零宇 值得称赞 江苏复攻技术差 换哪个二船都没用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